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iece GTC4的小刚 小刚今天就带着这一只 VC 僵尸单顿的纵横四海 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个影片 是跟今天的小刚带这一只表 是有关的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AP的王侠像素Royal Orc 然后再来就是PP表王的 这个Nautilus 鹦鹉罗 再来就是小刚这个VC 这个纵横四海 Overseas 那他们都有一个这个元素 都是这个Integrated Bracelet 就是这一种一体式链带的设计 那所以就近在这几年呢 小刚就发现了 这个凡是有品牌推出 这个一体式链带的这个表款 都非常的有话题 所以今天小刚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除了这个APP还有VC 这个三大圣表 这个三大杠王 那之外呢 就如果我们要从清明的价位 慢慢去看的话呢 到中价到高价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呢 那今天小刚就来分享几款 第一款想分享的是一款金工 那这一款金工呢 小刚目前还没有买到这个真正的表 回来拍给大家看哦 希望以后有机会 做一个独立的这个影片 分享让大家看一看哦 那也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入门金工五号里面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 那这一支款式呢 基本上是可以说啦 应该是停产了 那可是由于他的外形啊 过于火热 导致他在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哦 是一价你才能入手到的哦 而这一种现象哦 其实很少会在入门的这一种金工五号啊 可以看见的哦 第一眼真的很有致敬那个鹦鹉 批批那一种视觉效果啊 而且搭上这个进攻五号啊 该有的元素 这个日期星期 还有自动上链的这个机械机信哦 简约风的这个表盘整支表非常的耐看哦 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款入门进攻五号哦 第二款小刚想分享的是目前在清明价位的这个 入门瑞士传统主流品牌里啊 非常入门的一个表款哦 那也就是天说这个T-Shot的PRX 那从不同颜色的表盘 到不同搭配的这个外观规格 那再到机星和时音哦 都有哦 那可以说除了这几年入门的这个潜水表款之外啊 这一款PRX哦 算是非常热捧的一款哦 那主要也少不了它的这个一体式链带哦 那带出来的这一种高级感 终于带一点复古的味道哦 那看过小刚的这个影片也有提到过这个这个 这个T-Shot PRX哦 是在很早期的这个他的这个古董旧表啦 就有了这个设计哦 那不过那时候的名字不叫PRX啦 那机星的是用Swatch旗下哦 自己品牌用了这个长动力 那这个瑞士机星哦 也是一大的这个卖点哦 整支表哦 极有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可言 第三款是这一款劳力士哦 Rolex旗下啊 Tudo第一多啦 那这一款王家系列哦 Tudo Royal哦 那虽然是一体式造型哦 可是从它的这个带牙的这种表圈哦 再到它这一种颗粒造型的这一种钢带啦 整支表都散发着自己品牌的这个风格哦 那尺寸的选择哦 非常的到位 从28 34 38到41mm哦 都有哦 任君选择 那当然 Tudo的这个Royal啊 表盘的颜色也是非常有看头的哦 配色都很高级 不论哪一款的这个表盘颜色啊 你让人家看了就不会觉得这支表啊 它那个价格是便宜的那种货色 那表盘 它这个星期的偏排哦 这个设计啊 真的是做了非常有这个 它的大哥啊 这个Rolex的这个 President 总统Date的这种独特性啊 那你看在12点方向上面这一边哦 那基星采用了这个SW Slita 改了这一颗瑞士基星哦 日后做任何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啊 都非常的方便哦 那第四款一定要说一说这一款哦 Consistent Federate Constant 这一款FC的High Life哦 也是近这几年里面啊 FC推出的表款中啊 我最喜欢的一个系列之一哦 只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名称啊 它的名字哦 应该可以再改一改 改得更好了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High Life练起来啊 感觉有点怪怪的 哈哈 那41mm的表格 呃 它的这个一体式链带哦 它这个造型哦 带出来的感觉啊 很有自己呃 品牌原创的那个味道哦 不会像以前你在一般上呃 这个FC哦 这个Federate Constant看到的那一种很斯文的这个设计哦 那这个就多了很多这一种热血的那一种运动风格 它的这个钢带的设计哦 搭配的完全不会有任何这个违和感哦 钢带的手感也很厚实哦 小刚去把玩的时候 那大家也知道FC的这个品牌啊 非常多的这个自家的这个机性哦 那他当然这一款这个High Life哦 也推出了这个月向年历功能的这个款式做选择 也有这个世界时间 work time的这个款式哦 那近这几年FC甚至有推出过这个驼飞轮啊 非常的厉害 值得加分的一点就是呢 它这个机性搭配的是这个天文台 Officially Chronometer Certified等级的这个机性哦 非常的棒 那而且这一支表也有附送多一条表带 让你换着带换着玩哦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第五款当然要说一说 今年2023年哦 发布新的这个万国 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哦 IWC的这个Engineer工程师系列哦 那这一次最新呢 是用了这个40mm的这个规格 在这里值得提提的是 万国的这一款工程师 Engineer系列哦 也是处置于这个 Jerard Jenta大师的手笔哦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的表款之一啊 那而且在这一次2023年 他所推出的这个新的款式呢 他这个整体的设计啊 是非常接近这个IWC哦 这个万国 他这个工程师啊 Engineer这个原主 经典的设计哦 还有他的表盘 这一次也是搭配了这个格文式的 这种设计哦 非常的有这一种新鲜感啊 给人就是 那机型也搭载了这个品牌旗下 改了这个120个小时动力的这个机型哦 而且也达到标准的这个防止功效 如果你计算更高呢 第六款哦 想分享的就是这个自博 GP Jerard Paragok的这个桂冠哦 Loreato这个系列 那这支表小刚呃 之前也其实也做过这个独立的呃 影片分享过 那可以说是黑马一批啊 那从开始没几个人买哦 在看着他起飞哦 哇 感觉都几厉害一下哦 呵呵 当然你选得了GP的这个呃 等级啊 他整体的质感啊 绝对给到你高级品牌该有的这个质量 表盘刻度啊 和他的这个logo啦 到表科和钢带的这些大摩哦 都做的非常的优秀 日期盘的这个数字哦 他这个字体的这个样式哦 也是非常有高贵优雅的这个味道 尤其是你看他这种开窗式的6和9啊 那小刚在之前的影片有分享过 这个是在别的表你看不到的特色 机星的修饰啊 也是非常的到位哦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所有小刚 在影片分享的这几个表款呢 最后当然就是要收这个 APPP还有VC啦 毕竟这三个都是男生 玩表爱表啊 最想收藏的这个表款之一嘛 对不对 这个三大圣表哦 这个Holy Trinity的这个Collection 朋友们还想看一些什么样的影片 留言在下面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